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诚国际投股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陈建成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一颗心又沉了下去了 这个行情上上下下 真的让很多投资朋友不知所措 今天又在杀什么呢 杀融资 答案直接在这边 好 杀融资 杀很凶 昨天涨了 然后今天又杀下来了 对 我说 你如果节奏抓不好 这个双八 那一动不如一静 对不对 对 礼拜一你去杀低 然后看到昨天涨上来 追高 你又想说完蛋了 我卖掉了它会不会喷上去 对 很多人说行情要回来了 再追 再死一次 今天又杀 我一直跟你讲过 很多分析师怎么样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看跌它比你还怕 它有压力 它带你卖 然后呢 昨天涨上来 我说你没有在礼拜一去杀低 你昨天上来 你也许还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弹上来再卖 卖得高一点 至少你少亏一点 对 卖得高一点 对不对 卖得高一点 但是呢 有没有叫你昨天杀了之后怎么样 礼拜一杀完之后 昨天再叫你去追回 追 追回来 上下 然后追 追 昨天上来 谈上来 我们低阶的是要来卖 你还怎样 去追高 然后今天怎么样 再来杀一次 对 有没有 这一来一回差很多 我跟你讲 所以我为什么我昨天要告诉你啊 不要左轻右轻 对 然后告诉你 不要做融资 嗯哼 我是不是告诉你 广积良 高竹墙 高竹墙 救古 救古名 真的 照理说是怎么样 还称王 现在不要急得做 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 事缓则缘 要缓一缓 其实原意怎么样 原意是缓称王 这当初那个高 那个朱生献给那个什么 那个朱元璋的策略 那时候叫他先怎么样 在江南那边 在太平 那时候那个地方叫太平新国 不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他那时候在那边准备要出来 跟各路高手要在那边抢的时候 建议他怎么样 缓称王 现在这样行情 你也不要急着 想要赶快大赚 对不对 你的节奏乱掉 你不但没赚到钱 你的钱怎么样 越套越深 真的会被你挽放 越 对 你这时候怎么样 一动不如一进 如果你看不懂的时候 对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怎么样 广积良嘛 高竹墙缓称王 好记起来 不要照进 好 这个节奏动作老师有掌握 你就不要自己乱乱做 来 该怎么做 老师来直接眼见为凭 老师的动作你看了就明白 这两天我们照样 照样操作 操作 我们的老朋友 对不对 上尾 这档做几次了 从四月到现在 做几次了 真的 做他千变不厌倦 有没有看到 但是都是赚得很开心 我们大小银班清贷 对 我们大小银班跟清贷都有进去 我今天没有时间把清贷的那个 贴出来给你看 但就是这档 3708上尾头空 什么时候 6月20号 什么时候 礼拜一 礼拜一 大碟 有没有 大碟当天 我们说113.5上下三档以内买进 好 你看到没 就算你113买好了 来看一下上尾 礼拜一不是大碟吗 对 没有人敢买嘛 对不对 没有人敢买嘛 对不对 早盘先冲高 124 但是现在又掉下来 又到113 112 113 来 你自己看 一根大黑黑 礼拜一有没有113 有 一拜一跟大黑黑 礼拜一的低点是111.5 好 对不对 113.5 111.5 111.5 113 买得到买不到 上下你都买得到啊 买得到嘛 对不对 昨天怎么样 再一次 昨天 昨天的这一个高点是多少 117.5 因为尾盘拉上来 对不对 对 对 昨天的低是113.5 昨天还有一次113 都还有机会耶 我们是114 113 113.5 114 你都可以买喔 我们清代都有进去 嘿嘿 我刚讲大老鹰班有进去 是 礼拜一都买 来进去了 让你买 对 我们清代还有人 没买到 昨天都还有机会再买 对不对 昨天还问我要不要买 我昨天还跟他讲 因为昨天不是涨上来 对 昨天挂115 我不知道115 以下都可以买 是 有人113没有买到 然后还要挂114在那边等 没等到 嗯 那我怎么办 就买了 115便买啊 对不对 今天一开盘 直接怎么样 就直接 直接上去了 对啊 今天直接上去是124耶 今天早盘有没有 先来124 来 哇 所以老师今天早出了吗 刚不是秀了吗 今天早盘直接 今天早盘直接 第二则讯息 这个是礼拜一的讯息 你有没有看到 礼拜一 6月20号 我们113.5买去 买 然后怎么样 这是今天的讯息 今天 122上下 你最高124 对 对不对 122你一定可以 122上下 你一定可以卖到 卖得掉 你可以卖掉 对 然后呢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两夜 你又赚了9块钱 一张9千 十张9万 快很准 钱是这样赚 而且刚刚 噓 刚盘中 我们正在录节目的时候 噓 他又打到113耶 我们在录影的当下 因为我们都是在盘中 12点多录影 他又打到113耶 你看 礼拜一我买113.5啊 对 然后今天早要卖122 今天 盘中又刷到113 又刷到113 你猜我买 你猜我买回来 你自己猜 你自己猜 老师的动作 老师的节奏 这才叫操作 现在什么行情 现在是忽上忽下 现在什么行情 让你七上八下 在坐云霄飞车的行情 你都不知怎么操作的时候 现在是 大家下到吃熟熟的行情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怎么样 老师稳了 稳得很 股票对了 我们就来回做 节奏抓好嘛 是 对不对 没错 有价差 加减做 对不对 没价差 你就不要怎么样 不要乱做 你现在看到大盘是这样子 大家在怕在那边砍 现在 在走什么行情 现在就在杀融资啊 刚标题就直接解答了 融资啊 杀融资 融资追杀 融资追缴 急急如律律 对 你们现在听到那个营业员的电话 别拼了 糟糕 追缴了 怎么办 早就告诉你不要做融资了 你就不听 真的 你如果做融资就算了 你的钱还是借来 借来 再去做融资 之前去年就有这个例子嘛 对不对 自己三百万 然后借两百 然后再去中学 去年就有人 就是这样做 十月已经挂掉一次了 现在再来一次 每年就有人要再挂掉一次 你真的都不相信 我说 股市里面 投资人 学类史 从来不缺学类史 对 对不对 你就不相信我讲的嘛 始终学不会教训 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把你的杠杆玩到极致 我会提醒你不要贪 稳稳的做 股票选好来 对 能报不能报的问题 你要去做融资 能报的股票也让你变成不能报 为什么 融资追缴啊 太可怕了 真的 真的 融资追缴啊 不要轻易 真的不要轻易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就光去年 去年的五月 去年五月 阳明跟长龙 从一百杀到六十 对 对 一百杀到六十 要不要追缴 要啊 要追缴啊 是啊 那一波的长龙阳明 还没有到两百耶 还没 只是一百 问题是一百杀到六十 你看这个波动多大 很可怕 波动多大 波动多大 很快的速度喔 对啊 就下来了 但是如果当下是能报不能报的问题的话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把阳明叫出来看好了 我一直告诉你喔 人家说一句话啦 股票没撲数啦 对不对 对 股票没撲数但是有什么 有 股票没有博士 但是有什么样 稳稳的幸福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给你听 就是这边吗 去年 对不对 去年5月 5月初到5月12号就光这几天 很快击杀 就光这几天 你看这短短的对不对 击杀 这短短的对不对 你知道这短短的是多少钱到多少钱吗 100到60 对 100到60 很凶很快 100到60 100万你就只剩60万 你如果做融资 你是跟人家借40万 对不对 你100万 你如果做融资 你买10张的扬名要100万 但是因为做融资你只要40万 问题跌到60 你就怎么样 没了 出场了 对没了 你出场了 出场了 可是那时候如果你不要贪心 对 因为你60万嘛你借40万嘛 没有 40万 你只有40万嘛 你是跟人家借60万嘛 对不对 来 你如果不是要用融资 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现金现股去做 你后来你不用被融资追缴 你可以再往上 对啊 你就四张放着嘛 到这边你都不要管它 你放着嘛 那你放到这边的时候咧 对 你是不是不但避开了融资 不是大赚吗 对啊 可是用融资怎么样 你就断了 断了啊 对 短短两个礼拜你就断了啊 对 同样的啊 后来来到七月 来到七月 你不要做融资 你不要做融资 就算给你买100万 你放到现在 你还是有50万嘛 因为要到现在还是对折嘛 对不对 对折嘛 你到这波最低 我跟你说 很抱歉 对不对 又砍掉了嘛 只要事成就融资追缴 这一波也是一堆融资追缴嘛 现在其实就在那个边边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 你不是做融资 到现在你还有一半的钱 不是吗 是 因为现在阳明长龙 103 103嘛 103 你还有一半的钱嘛 一半的钱 我讲喔 留得青山债 不怕没柴烧 青山一旧债 极度夕阳红 你都还可以华里转身 你还有一半的钱 你把这一半的钱 好好 华里转身 对不对 跟我下一波 行情来的时候 挑一档会涨一倍的股票 是 不解套了吗 对啊 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正确的 留得青山债 来 你的青山不见了 你怎么 你怎么翻倍 你要归零 对不对 你吃了归零钢 你要归零 你要重新再去存这笔钱 不要这样 再怎么样亏 你亏掉一半 你还有一半 真的行情要来 随便都是可以涨一倍的 20块涨到40块不就一倍了吗 是啊 其实还蛮容易的 只要行情来的速度就很快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富贵 稳中求 你们都不相信 真的 这不变的真理 在股市就是如此 你们为什么都觉得做房地产不会 不会赔 不会赔 因为房地产 你如果说 买下去你不可能明天就卖啊 你的房贷搅得出来 你不会被断头 对不对 你不会被断头嘛 可是因为股票的破洞很大 你又去搞融资 你会被断头吗 有没有 你说房地产 现在跟银行带七成 对不对 你带七成 你只拿三成的钱出来 那房地产不会说 跌掉三成了 然后他就叫你说 来你要把我 你要追缴 帮我把你房子全部卖掉 不可能 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这个差别 但是股票 会有断头的问题 对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不要做融资 真的 你看这段时间短短的 我现在就给你举例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不做融资 你用现股买 那你买到我讲的趋势成长股 这段时间很杀没错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了嘛 请你看这段的事情KY 哇哦 一样也是 我就说在2018年 国具1300的时候 是 四星KY那时候的高点在哪里 150 160 对不对 160嘛 160 来 他也是一段几叠啊 来 2018年下半年 整个国具 从1300 对不对 跌到 跌落神坛之后呢 跌到300块 对 250我记得 圣灵头 对 250 前面千元不见了 蒸发了 他也跟着跌啊 四星KY也跌啊 先讲国具啊 好 你国具就算 你当时 你不要做融资 你就算给你买到最高点 1300万 好 但是你用融资 你用融资 你用融资 130万 对不对 你跟 你自己自备多少 4乘432 52万 换句话说你130万 你减掉52万 剩大概70 你大概到80 80万 对不对 跌掉800块 你就亏光了啊 所以我才讲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对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如果你的股票 已经是用房贷来操作了 你就不要再去搞融资了 没错啊 来 真的是很可怕的 同样的 这档事情KY 是 他也跌了下来 在当时也是一样嘛 160 跌到这边 我讲 60 60几嘛 对 也跌掉100块 对不对 也对 也跌掉100块 那个是跌1000块 这个跌100块 160块股票 4乘 4624 这个64块 对不对 一样啊 到100就要断头了嘛 对 160到100就断头了嘛 对不对 160到100就断头了 160到100就断头了 大家后面还有啊 在这边第一批断 后面怎么样 再跌 陆续140买的人 120买的人 130的人买 怎样 陆陆续续接着断 对 断到60 对不对 断到60 如果你是买现股 嗯 你至少还有 你当初如果用农资买 你到这边都没了 没了对 对不对 你用现股买 你还可以等到他怎么样 涨回来 2018年的糕点在这边 你现在看起来拉长来看起来都扁扁的 对 对不对 刚看起来很陡 对 所以你看时间轴 我把它拉长你就觉得就变成扁扁的 时间轴 当时从这边到这边 你一张你亏掉10万 160变60 对 你现在同样你手上有没有一些像这样的好股票 这段时间杀下来的时候 你一样亏掉 六七成 只剩三成 问题怎么样 嗯 但后面呢 洗个一年 对 洗个一年嘛 后面 洗个一年怎么样 创新高 是 创新高 有 创新高 是 创新高 加倍奉还 加好几倍 包括这段时间 有 他也有洗啊 中美 川普打他 再打一次 对 打华为嘛 对 结果四英KY 还是能够 然后说四英KY手上的什么 大陆的这个半导体公司 涉及什么国防机密干嘛的 这样摔下来 一样啊 能够还是继续 这一年你给他熬过去了 后面都是你的啦 嗯 你做的是趋势成长股 我讲的趋势成长股 你是报现股 这段时间难不熬 难熬啊 我刚跟你讲了嘛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浅浅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一波跌四成 你就倒不掉啊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做股票 不会赚钱的原因了吧 熬不过嘛 你没有办法怎么样 嗯 你没有办法把一档股票的时间轴 拉长来看 对 我告诉你趋势成长股 你要把时间轴拉长来看 嗯 每一年都有利空 对 连这一年也有 对 有没有 但要经得起风浪 经得起风浪之后 卓越人生是熬出来的 熬过是你的 熬过这一段就是你的了 你现在能不能熬 好股票报在手上 熬过了 接下来就余过天晴了 你现在就是很难熬吗 但是你要咬紧牙关 撑过了就是你的啦 你看事情K1不是如此吗 我就告诉你不要做融资 对 有没有 对 我就告诉你不要做融资 就用意在那边 嗯 什么样股票能报不能报 嗯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样股票能报不能报 你就不要自己乱买 乱买之后乱砍 嗯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行情 上尾还可以带你做这么多趟呢 礼拜一我们又在进场了 今天早上一二二再次获利 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上尾我们可以带你做这么多趟 懂这档股票 掌握对的节奏 再加上老师对产业的深入研究 展现出来的实力 创造你的获利 不就如此吗 我没有带你股票乱做 没有 始终如一啊 四月到现在 那清代更不用讲了 是不是 懂他怎么做 就是能够在他身上不断的创造获利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各位讲 真的 第一个不要做融资 做融资 然后怎么样 你要广积粮 高竹强 风险要控管好 不要做融资 原称王 对吧 缓称王 缓是慢 缓 放缓 现在这种行情不要急 好 物造进 你急 你急 急也急不得啊 急了你反而乱了方寸 乱了你的正教 节奏就会跟着乱 当年朱元璋要打天下的时候 对不对 朱神叫他不要急 他就在怎么样 他就在江南那边养金蓄锐 其他的人呢 就去外面随便施杀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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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你们都怎么样 死光了对不对 我就出来 四两拨千金 就当皇帝了 这才是明智之举嘛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嗯 广基梁高竹强嘛 反称王 反称王 懂了 但是建成老师会来救你嗎 我一直跟你讲 我说喔 股票要赚钱 心法要有 必须要学起来 老师不是有课程可以教大家吗 对 没错 这个课程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这一套课程 是老师的心法绝学 我很想学 很多投资朋友也很想学 所以老师 来了 来了 昨天有跟各位讲嘛 嗯 我们的全雷达班 是 讲座架延长到这个月月底 是的 现在都有 然后家政 古神养成班的课程 是 那我的心法我就跟你讲 我慢慢都把它一集一集的入成课程 是 所以你可以上网去看 嗯哼 然后呢 你看我们这个 七月开始我推股神养成班 对 产业趋势分析课程 包括老师的想想 我们会定期新增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还会加怎么样 产业分析 这是大家去年很爱看的产业 老师聊产业很强 周末聊产业 对啊 对 老师现在做成课程了 我们要开始我产业分析 是 怎么样你才可以挑到 嗯 对的产业 像上尾头控啊 风电产业啊 还有那么像 怎么样你可以挑到像 嗯 杏华四星KYY这样的 趋势成长股 趋势大飙股 对 嗯哼 我跟你讲 趋势大成长股 嗯嗯 你如果 喜欢左软右软 你又怎么样 这种地方 你这样会被洗走吗 嗯 对不对 嗯 这种地方你这样会被洗走吗 嗯哼 你就 钻不到这种地方吗 是 是不是 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练就这样的功夫 你就要来到我们股间亚丑班 长线 长线 我讲的长线 不是看 这个地方 看这种地方 嗯哼 我讲的长线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对 长线大趋势 你中间要 可以做差价 可以 可以 但是你卖了 要记得怎么样 还要再把它买来 买回来 因为它是长线趋势成长 嗯 不要乱砍 节奏抓好 那不然怎么样 嗯 差价没赚到还被怎么样 嗯 双发 是不是 礼拜一砍到低 昨天再去追高 追高 今天又掉下来 你该怎么做 你真的不会做了 所以好 心法要学 功夫要有 课程要来认真上课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 古神养成班的课程 老师 这一次我们一样是 要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加入我们的全力打班 对不对 对 没错 加入全力打班 你就可以来上课了 我们会赠送这个 古神养成班的课程 这是老师额外 bonus的 这是老师额外加码的 所以你自己懂得把握 25429977 电话直接拨通 来跟上全力打班 老师还加赠你老师的独门的 古神养成班课程 感谢老师了 这时候真的是 广基梁高竹成长 旧古名了 好 我们看一下新闻 来 今天有一个 金居 这个铁粉都知道 我们前一段 老朋友 老朋友 我们之前常做金居 对不对 那最近就比较没有在做他了 来 新闻标题第三季 转情 伺服器需求续望 看了我就开心了 高频高速商机维持成长 下半年不看大 今年特殊同伯出货占比挑战25-35% 是 好 标题这么多 大力多 意思告诉你怎么样 伺服器需求续望 对啊 对不对 好 请你看一下近五年的营运 好 近五年喔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EPS EPS从2017 2018 2019 2020 有没有 这几个 五块 然后呢 两块 一块五 两块 去年六块 对不对 中间2018 2018 2019 2018 不是下半年遇到怎么样 逆风嘛 对 所以他就跌到多少 两块 2018 2块8 然后2019 1.5 1块多 对 然后呢 2020 2020的上半年遇到疫情 开始 掉到这个2块 但是去年立刻就到6块 是不是 去年大爆章而已 我们看警局的股价 今天 今天 我记得47块多 好 2017 赚6块 5块 5块 2017赚5块 对 2018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在5最高来到60 1ps大概10 好 2018 赚2块 赚2块 对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对 那正好遇到什么 遇到这个 就像事情KY跌到60那时候 对 那一段 对不对 那时候对不对 2018 2019 股价多少 22 有没有 22 好 然后呢 2019 跌到1块 跌到1块 也不怎么样 1块多 对 问题是股价有没有在破底了 没有耶 2019的股 2019的EPS比 202 2019的EPS比2018还要差 对不对 对 可是股价有没有比2018 就是2019 2019到这边来了 2019 2019在这边 好 新冠肺炎再来 对不对 好 2020的EPS 也很差嘛 对不对 1块多 有没有发现股价有没有比2018还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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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来 照理说 那一波杀那么恐慌 对 股价应该要比2018还低 对不对 但没有 居然没有耶 为什么 为什么 需求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怎么样 因为虽然 遇到疫情 对 然后 遇到疫情 然后那一年的获利也比怎么样 2018 2019 来的差 对 可是股价没有 破底 为什么 因为 很明显嘛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自己公司的产品在走怎么样 走未来 开始在走 长线趋势嘛 未来需求会爆 对不对 对 好 遇到这个疫情来了 对 大涨 对不对 好 现在拉回来了 是 来 今天的股价大概在47块多 他说什么 第三季转型嘛 伺服器 伺服器需求旭望嘛 高频高速商机维持成长 对 我们告诉你 这就是趋势主流啊 我们告诉你 这就是老师看好 四大成长产业我看好什么 就是 高速传输 高速传输嘛 高速运算嘛 对 高速传输高速运算要用什么 伺服器 高速铜箔嘛 是不是 所以这波下去 你的航运有可能回到原点 你的货柜三雄有可能回到原点 那什么股票不会回到原点 有未来需求性的 那就下半年会看好的嘛 对 来我今天 看到这一个呢 我又来看的这一家 这一家公司的三大法在买卖场 好 昨天五十块破了对不对 对 谁在砍 头信 头信 对 一千张砍出来 是 很妙喔 头信砍1076 怎么这么准 外资买多少 外资就买1070 1070 对耶 你看昨天 请你看昨天 前天 前天 头信卖390张 外资居然买432张 你有没有觉得数字都很接近 对耶 头信卖多少 外资就接多少 这是在干嘛 他们在玩什么法系老师 你觉得在干嘛 看不懂耶 有没有常常发现 有时候股票会这样子 他们会对坐吗 你在干嘛 你觉得他们在干嘛 人气 我取 是这样吗 怎么会刚好 数字都差不多 你怎么知道他卖一千张 你去买一千 1076 1070 对耶 这么接近 怎么会这么刚好 这 这是什么老师 有猫腻啊 哪有这么多好 对喔 那 是头信知道他要砍这么多张 然后 他知道头信要砍这么多张 他就去接这个数字 来 来 情境分析 我们的小剧场一 剧场一 我不跟你讲嘛 你今天在 骨骸江户要混 你必须要懂心理学 你要 跟他们玩赛局嘛 对 博弈嘛 来 情境一 好 头信杀出来 为什么他在这边接 头信杀出来 他为什么接 而且为什么张出刚刚好 这个 里面有鬼 是不是他知道他要杀 几张 然后呢 他就去接那个量 他就给他接几张回来 对 他就接那个量 当然 他杀几张他接几张 有可能骨架可以撑住 对不对 因为照理说 你卖 如果你杀的多买的少 就掉下去 应该就掉下去 对啊 所以情境一 投信 非杀不可 因为 现在投资人都在赎基金了 对 所以投信只好杀 是必须被 被迫要杀 那公司派呢 可能跟经济经理人 有认识 所以为了要互盘 他跟他讲说 我今天没办法了 必须要 我必须要杀了 对 那公司派知道 然后怎么样 就接了 就把他杀出来全部接回来 对 OK 好 这情境一 听起来很合理喔 情境二 来 越来越精彩了 通常喔 股价呢 乘也投信 败也投信 对 投信一路买上去 买在最高点 对 然后杀下来 也杀在最低点 好 今天你是公司的大股东 我请问你 如果你觉得你公司的股价超跌 请问你要低接还是高 你是要 你今天你要 超跌了 你要去追高还是去低接 当然低接啊 低接嘛 对啊 你今天如果你要把公司的股票买回来 来 谁砍股价会掉最快 公司 主力砍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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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可能四向瘦瘦 欸 他们在做什么动作 来 我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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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怎么样 低接 你可以接的比较便宜 低接 头信不砍 他没办法 他就没有低 他没有低可以买 懂了 他砍下来 他可以低买 来 青青二了 好像 越来越明了了 真的是 昨天嘛 对不对 嗯 哇 连续砍 这是今天 今天 可是昨天 昨天是 开低走高 是 对不对 可是昨天是大涨 对 大涨 对 对 对 嗯哼 那你觉得他们是 情境一还是情境二 是投信砍出来呢 他去买呢 还是 外资去买 投信砍出来呢 嘿嘿嘿嘿 來我们来下 下 你猜情境一 猜情境二 你自己去light群组 对话框留言 情境一 你就情境一加一 但是很显然啊 很显然啊 很显然 因为投信连砍三天嘛 对不对 对 连砍三天嘛 嗯 投信这一天就开始砍了嘛 嘿 对不对 对 第二天嘛 对 第三天嘛 嗯 对不对 这两天外资有没有接 有 没有啊 外资不是都有一直在买吗 没有啊 哦 哦 有 就是这样两天开 对 来 第三天 这几天是外资砍的 对不对 投信都没砍 可是呢 这一天 外资没什么买了 但是这一天砍下来 外资小买了 有没有 嗯哼 但是投信这三天都还砍了 对 这一天外资开始小买了 然后呢 这一天投信大砍 嗯 投信外资大买了 对 换句话说 这两天 都是外资嘛 外资就直接把投信砍出来的 都弄低接了 都接回来了 对 哼 不说不知道齁 说了你吓一跳齁 来 老师能够帮你分析情境 那你再看现在股价在哪里 现在股价在这边了嘛 对不对 好在这边了嘛 你划过来 2019左右 都来这边了嘛 到这边了嘛 对 哦 所以 今天大盘杀300多点 对 它叠下来 你觉得它 外资会不会继续买 你觉得它的价值到了没有 你觉得它的价值到了没有 嗯 自己判断 那你想知道老师的解读 你就是light群组 加 我跟妳讲喔 加light 投信现在没有钱了 他只好拼命 砍 对 对 再砍 支持股票好不好 他也没办法了 为什么 投资人就是要赎回了 对 现在有融资在杀 也有投信在杀 嗯 超跌了没 嗯 你觉得一家公司的价值来了没 它明明伺服器会续望 核金 冲12寸的 锡金圆 锡金圆 对不对 今天 环球金说长约靠到2031 对 有没有用 还是跌 大家持续提款 对啊 继续跌啊 来 美西线运价 长约价恐重弹 运价在跌了 嗯 现在消息利空一堆 昨天马仕基 今天又美西线 这个指数也在跌 对 对不对 但是呢 嗯 这个时候 你要冷静下来 嗯 你不要跟人家乱砍 除非你是融资 那我没办法了 但是 我很斩钉截铁跟你讲 底部 就在这里 OK 该做什么动作 你直接请建成老师来帮你 那现在标股权的一打班 听清楚在月底前的话 你都可以享有 在分享会才有的超级优惠价格 而且重点还加送你 古神养成班的课程 这个课程就已经价值 就不得了了 所以好朋友们 现在电话直接拨通 0225429977 或加入我们Lite群组的 呃 直接加入我们群组 然后点突就可以来报名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 做我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 吻中求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前面 唯一